2018年7月31日,23点11分22秒来源,观察者网园标题,美媒,中美代表私下接触,讨论重启贸易谈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0日, 同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主持第九次中英战略对话后攻见记者,并应寻求中美贸易摩擦问题阐明立场,王毅表示,中方对话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,但对话必须建立在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之上,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,单方面威胁和施压只会适得其反,美国彭博社似乎立刻嗅到了改变的味道。 该社7月31日,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,美国和中国正试图重启谈判,旨在避免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。 该匿名消息人士趁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斯蒂文·努钦与中方代表正在私下接触,寻求重启谈判的途径,但他们表示,会谈的形式,具体时间及相关议题尚未确定,但双方的主要人物都同意,需要进行更多的接触。 受这一消息影响,美国股市上涨,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走高,美元回土涨幅,离岸人民币抹去跌幅。 美国500亿美元关税中的第二波原定将于周三8月4日开始生效,美国可能对另外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。 中国则表示将奉陪到底,令姆努钦的努力复杂化的,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、Robert Lighthizer更为强硬的立场。 后者始终强调所谓,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,双方迄今举行了三轮正式会谈。 首先是5月姆努钦率团访问北京,随后是刘鹤访问华盛顿后,两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,但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访华磋商细节之前,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尔反尔,撕毁了达成的协议。 双方此前的努力,致此化为泡影。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月23日主持例行记者会,回应美国财长姆努钦关于美方团队愿与中方讨论的言论称,关于中美开展经贸磋商问题。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,已就此做出过正式回应。 我这里只强调一句话,磋商的前提是信用、彭博射衬,特朗普试图关税威胁削减美国贸易赤字的行为,以使他与中国、欧盟、日本等国发生冲突,扰乱了金融市场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。 IMF警告称,这可能破坏多年来最强劲的经济复苏。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30日与英国外交大臣贡献记者时表示,今年以来,中美双方就贸易问题进行过几次磋商,也曾达成过很重要的共识。 但遗憾的是,美方并没有承担履行的义务,也没有和我们相向而行。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既定国策,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来处理贸易摩擦,是中方的一贯立场,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。 中方对话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,但对话必须建立在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之上,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,单方面威胁和施压只会适得其反。 中方对话谈判的 소� Harley特朗所的烧 Webs事 中方对话谈判,尊重的控制讯商品、腐里特朗所的练乱 Cho o Au平特朗所的主人 的你 偶 εν给oi manip吧这边是资ア卖的丰闹 当时不败吗? 中方对的 sabemos数ε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